我是战主鲤鱼秀 今天热什么 新加坡知名临时品牌出产的咸淡鱼皮 包装内竟然出现壁虎的尸体 你当下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那这名来自泰国曼谷的顾客跟你是一样的 上个星期六 他就在面子书上po出了这几张照片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壁虎的尸体 真的是有一点大 那这名顾客本来是开开心心和家人 一起享用这个咸淡鱼皮的嘛 但是没想到竟然发生这么恶心的情况 他气的是在面子书上po文直问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这名顾客和家人一起享用的时候 他弟弟以为是吃到了什么小三文鱼的鱼头 但是没想到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只壁虎 那这款零食要价不便宜 一包要700泰铢相当于90令吉 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食品安全漏洞 那针对这期食品安全的问题 新加坡零食公司创办人就发表声明说 将会深入调查 到底为什么包装内会出现壁虎的尸体 同时也会赔偿这名顾客 那赔偿归赔偿 只是大家以后还敢不敢吃这款零食呢